碎寒三有 青松、翠竹和冬梅这三种植物 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活力 被誉为碎寒三有 松树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长青树 人们赋予它抑制刚强、坚贞不屈的品格 中国民间将它作为长寿的代表 竹子能鳞霜而不雕 竹节中空、挺拔 被人们赋予坚贞和虚心的品格 有着君子的美誉 梅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 它以高洁、坚强、谦虚的品格 激励着人们洁身自好 不断奋发向上 象征着中国人所静慕和追求的高尚情操 所以中国历代文人志士歌颂梅花的极多 梅花还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